要屁屁膏囉 小心翼翼解開孩子連身衣 擦上一點修復霜 台灣天氣潮濕悶熱 嬰幼兒細皮嫩肉 一味小心就容易 尿不整 購買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盒子上的標示 或是說明書 會不會產生紅疹 適合不適合這個新生盒使用 打開新手媽媽的白寶袋 主打保濕的 減緩過敏的 防潮濕的 幾乎什麼都有 但要提醒您 擦在Baby身上的東西 可不能大人用了OK 就拿給寶寶擦 當小孩子皮膚有狀況 可能會選擇說幫 可能就是家裡面的藥膏 裡面的話可能有一些 不適合小朋友的成分 例如說像淚固醇這類 其實適不適合嬰幼兒使用 一般來說都會有標註年齡限制 而磁激素 重金屬有無超標 以及製作過程中 是否含有油力毒素 都是保養品審查要點 這次初包的修復霜 驗出磁激素等同違法 不管用在大人身上還是小孩 都不行 消費者使用含有磁激素的化妝品 因此造成的損害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 商品製造人要對於消費者的損害 來負損害賠償責任 專業律師點出賠償關鍵 假設製造商主張 產品是專為大人設計 消費者卻拿給小孩使用 製造商的責任還是不能免除 最多只能主張消費者有過失 提醒新手爸媽 可得好好呵護寶寶肌膚 口而相傳的抗異味性皮膚炎 神物不見得適合每個小孩 使用前成分殼得要先查清楚 華誌新聞正會輪李祺廷 羅大偉陳一寧 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